台股 台幣 連番漲 還有一個貨幣加密 加密的金幣是比特幣 比特幣最近也是漲翻了 半年是漲了三倍 甚至最高是見到了4萬1千美元 很多人就想說哇 比特幣 畢竟是一個很新的東西 對於有一些觀眾朋友來講 他可能都沒有投資過 也沒有買過 那現在我們應該要來 怎麼樣看比特幣的行情呢 好 其實小畢 你問的就是一個非常重要 很多的民眾關心 第一個他加密貨幣 很多人對他有比較大的 疑慮 誤解 包括現在這個還在位置上的川普總統 你知道嗎 其實各國都對於加密貨幣 特別是比特幣 因為他是第一項 大大全球知名的貨幣 所以對他這麼暴漲暴跌的一個行情 充滿了疑慮跟焦慮跟不了解 對 其實這的確要意高人膽大的人 才適合在此時此刻去布局 但是你知道 其實有很多的民眾 真的包括中國大陸的很多的投資民眾 還有台灣 我們也有一些我認識的朋友 真的有在比特幣裡面 真的還大獲利一筆 那但是這到底是不是 我們台北股市這樣子的 一個相對比較健全的機制 他的集中市場 他是比較相對非常的透明 然後以及交易的這個 他的遊戲規則非常的清楚 我覺得從這幾項都不是民 我們一般民眾目前為止 能夠一窺就近 所以我們真的 這台語說 這個但是我覺得我們投資大眾 你一定要了解他 因為其實即便是我們前 就是台積電的創辦人 就是我們的創辦人 台積電創辦人張周萌 張前董事長 其實他之前也花了不少時間 去研究比特幣 而且事實上中國大陸的 比特大陸 也就是他的一個重要的大單 在這個 中國大陸他的南京廠 那其實他們有重要的大單 也都來自於比特幣的商家 他們廠商 所以你就知道說 比特幣你與其把它仇視啊 或者是認為他是一個怪怪的 有問題的 是好像所謂的詐騙 我知道很多人告訴你 不要繼續講這比特幣啊 這個會代理民眾怎麼樣 其實各位觀眾 與其你怕他 你不如去了解他 而且說實在 他是真的很有投資前景的 一個非常 比較這所謂的窄門的 一個投資工具 那三兩下就像剛剛小畢提的 這段時間簡直是 大家都都嚇壞了 他的那個市值前一段時間突然 崩啊 因為你知道美國 他比特幣是很多人把它當成 黃金之外 另外一個特殊的避險的一種避別 一種加密貨幣 那結果呢 造成前一段時間 因為美國的這個 這個總統大選 這個算是所謂的亂世啊 這個很多的情況 大家覺得形勢詭譎 所以造成了比特幣一個 非常強勁的一個漲幅啊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看到 那比特幣的全球啊 非常非常的夯 他甚至一度 也這幾天居然飆破4萬美元 你知道其實前一段時間 他從這數百元漲起啊 當然已經是好多年前 在歐巴馬時代 他已經從一路 在歐巴馬整個時期 比特幣飆了將近 這個數百倍哦 好 那現在這個情況更是前一段時間 從突破2萬美元 這兩天居然給你突破4萬美元 你就知道說 是一個多麼 比雲霄飛車還雲霄飛車的一種投資 投資工具 那比特幣的全球目前市值 哇 你可以看得到 他已經超過6800億美元 不是台幣啊 美元啊 他已經超越了台積電的市值 所以這種一年漲三倍的資產 你說迷不迷人 當然迷人啊 但是你是心上夠大顆嗎 所以你知道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是包括股神巴菲特在內 他已經公開表明 他是不會去投資 這種所謂的加密貨幣 或者是任何的這種 什麼比特幣以太幣 他是不投資的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讓投資人心裡 有個新 分辨啊 分辨著心中的這種LINE 所謂的紅線 那麼還包括像 最近比特幣很夯啊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像我們看另外一張資卡 夯到什麼程度 這些東西都是目前 確實有在 投資加注比特幣的 但是果然他們都是意高人膽大 哪一些人呢 包括 像是天橋資本 他挹注了2500萬美元 來成立所謂的比特幣基金 還有這保險的一個巨頭 這Math Mature 他 施資他是1億美元來購入比特幣 那還有包含 像是投資機構 谷根漢不是那個 那個 這個什麼 這個 博物館 是這個投資機構的谷根漢 他動用了50億美元裡面 其中的10%左右的投資比特幣 他美國的上市軟體公司 那MicroStrategy 他也是買入比特幣 作為一種新型的避險資產 那PATPOL PATPOL 這種新展銀行 他其實已經推出 加密貨幣 其實有一樣東西 我們也讓投資人知道 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在短短幾千之內 Tesla的執行長 馬斯克 他已經變成了世界首次對不對 各位觀眾 其實 馬斯克 他是推薦 加密貨幣 包括比特幣的 他本身就喜歡 有公開提過 他會去投 他對這個比特幣非常感興趣 而且你知道嗎 其實小P 你知道 他的那個PATPOL 他去接受了這個 所謂的比特幣對不對 結果你知道 這個PATPOL 本身他背後的 主要的創辦人之一啊 當年就是馬斯克 好 他其實背後最重要的一個創辦人之一啊 馬斯克是其中之一 你就知道說 馬斯克今天成為這世界首富 在過去的這個禮拜 也是奔漲 像今天剛剛 就是上個禮拜剛收盤的 他又再度奔漲將近7%多 那這個從年初 今年年初2021年 年初 Tesla他每股的漲幅 每一股 已經漲幅超過了90美元 是美金哦 不是那個新台幣 那他那個漲幅 從年初計算到現在 已經高達24.7%了 這種簡直是 目前為止 坦白講啊 這美股也創其蹟啊 也沒有人在這個情況之下 是這樣子的一個情形的 那所以我只能說 你看一下子把貝佐斯 他本身做電商 那你就知道說全球的首富 反映著這全球潮流趨勢 那你看貝佐斯 他是從2017年以來 他是穩坐全球首富的榜首 就現在Tesla一上來 你看Tesla踩掉多少人 踩掉了這個股神 踩掉了這個比爾蓋茲 現在他連貝佐斯都踩下去 直接當了首富 那所以我們只能說 你看昨天在上週五 美股收盤的時候 1月8號 那他又收在880元 那沒有人知道 他到底會不會有上限了 那不斷的往上漲的情況之下 他也帶動我們的電動車的概念股 不斷的是往上在噴漲 那所以我們只能說 我們也感謝Tesla 那只是說我們的投資人 我們在看清楚這個 電動車一個投資趨勢之後 那我們依舊一句老話 如果你手頭邊資金不是很多 那也許你可以考慮 盤中的零股交易 那不論他漲或跌 其實你的損失或者是你的獲利 其實都能夠保持在 一定的Range水準之內